在意大利的这段时间里 我喝咖啡的方式是这样的 我作为Espresso的发源地 来到这里之后 我也入乡随俗 平时以喝美式咖啡为主的我 也改成了喝Espresso 这次意大利之行的主题是 喝咖啡 看世界 带着我们的咖啡和大家一起 看看世界 此次行程带着我们的 穆妈妈咖啡行走了三个城市 米兰 黎米尼 罗马 感受到了不同地方的 咖啡文化的同时 我也让这些国际友人们认识 一个来自中国上海的 咖啡烘焙品牌 和我们的咖啡文化 今天这期视频 我将带领大家来到 意大利的海滨小城 黎米尼 感受一下慢节奏的海滨小城 同时我们也拜访了一家 本地的半自动咖啡机工厂 XLVI 带大家认识一下意大利的 半自动咖啡机工厂 很少抱歉 jsemGlal 好 好 赞 تم 迪迪尼的这座桥 是一个非常非常 古老的桥 而且现在还依然能够过人的 真的,黎米尼这个城市太舒服了 空气好,不冷不热 在这边你可以看就很多都会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人特别多,因为很安逸 整个城市人口也不多,不到15万 真的很舒服 难怪很多人,他们本地人度假也会来黎米尼 你看这边全都是骑自行车的 哇哦,好烂 他们这个店就让我想到了那种很小的欧洲小镇的这种咖啡店 氛围非常非常棒 谢谢 谢谢 我们在这边吃什么米兰链 是 是 很棒 是 很棒 很棒 我非常棒 我还很棒 卡族饭堡,我们驱车开往咖啡机工厂 一路从海边开到了被几个小山包围的村庄 我们就到了XLVI咖啡机的工厂 终于到了,开车我们开了多久啊,一个小时啊 呵呵 你看多有这种钢铁感 呵呵呵 这个出工厂 它这个养了一个小盆栽 真正的 你先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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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哇,这个型号厉害啊 这个是个胶囊机,我印象中对吧 这边有灯,你看到上面有些手柄 很帅,对吧 哇,这边还有灯,这边有灯,这边有灯,你会有灯 这边有灯,这边有灯 这边有灯,这边有灯 这边有灯,这边有灯,这边有灯 这边有灯,这边有灯 这边有灯,这边有灯 这边有灯 这边有灯,看这个灯 这边有灯 这个灯的灯 可以切成的顏色 可以用途的方式 可以用途的方式 反正 然後移動到一個大廚房 是的 這是在那裡你開始了 是的 以前的一年 然後有一個辦公室 大概八年以前 你别说还可以 在这边是架水的 比如这个喝起来的浓度跟浓缩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其实还是在这边还蛮流行的 在餐厅里面还有他们家里面 类似于咖啡包吧 但是它是浓缩的也是做浓缩的 我发现在那边好多人都有这个摩扇 你问一下Diego 为什么你没有这个摩扇 你必须摩扇这个 我会 我不知道 我喜欢 不 不 不 你要试试吗 你先试试 因为我喝它每天 但是让我知道是有好的摩扇 还是不 是的 是的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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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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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喜欢 是的 很甜 哈哈 这么一个小小的精致的咖啡工厂 真的就是那种很严谨的意大利的这种风格的工厂 它们的产量就真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每一台机器都是由一个人去手工组装的 然后呢一个人负责一个型号这样去生产 所以说他们的产量很低很低 但是每一台都是很精致的 那我呢也在跟他创始人Diago在聊 哎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工厂搬到一个交通更方便呀 或者是人员更好招的地方呢 然后他也跟我说他的理念就是说哎他本来就是生在这个地方 他就想把它的品牌扎根到这个地方 另外他能够给本地因为他只有600户人 他能给本地解决很多就业的问题啊 劳动上的问题啊 这也是我觉得他们意大利人的这种做生意的头脑 他们做生意的理念 其实跟我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比如像我们哎如果要是真的想要扩张 或者是想要公司发展的更好 肯定会选择一个哎非常大的城市啊 或者是物流更方便的呀 人员人才更多的地方啊 超一线的大城市 但是他们的想法真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跟他聊了之后我就觉得 嗯 蛮触动的 还是挺佩服的 OK我们今天咖啡工厂的探店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站见 下一期视频 我将带大家出发前往罗马 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迷人的 永恒之城的咖啡文化 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 大家期待一下 最后希望大家点赞 关注我们想要尝试我们的咖啡 可以去搜索 木妈猫咖啡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